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这一节课 你们都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首先我们需要黏土 看一看这些颜色 老师设计的这个老虎呀 全身是一个玫瑰色 什么是玫瑰色呢 紫色加上红色 你需要一个底色 然后啊我们的花纹老师用了橘黄色 还有鼻子白色 还有一些黑色 最重要的是他身体和头的颜色 当然哦 如果你说了我想用我自己的颜色设计这只老虎 那完全没有问题 只要找到你喜欢的颜色 有四个不同的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剪刀 请你找一把小朋友使用的剪刀 那样子更安全更好用 然后嗯有很简单的制作黏土的小工具就可以了 如果呢这些材料你全部都准备好了 那就请你跟我一起开始制作吧 好我们就直接开始 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还记不记得老师以前经常说的 我们要用图形的方法去理解年徒 那咱们来分析一下哦 你看你看这个老虎是不是有头 这个头的部分 还有身体的部分 加上它的什么呀 这个是腿和尾巴 一共就这么几大部分 那咱们要先做最重要的头部 头部哟 怎么做 用什么图形组成的呢 请你跟着老老老师一起画出来 首先我们要捏一个巨大的椭圆形 好 咱们一边画一边制作 拿出一些黏土 还记得怎么捏一个椭圆形吗 对了第一步 首先我们要捏一个大圆球 哎没有办法直接捏椭圆形 所以我们得用圆形给它变成椭圆形 然后呢要把这个大圆球啊 变成一个这个有厚度的 Oval椭圆形 按住它的一边轻轻的上下滚动 直到你抬起手啊 看到你的这个圆形变成了这个样子 好 当它变成了一个椭圆形的 或者圆柱形的时候呀 你可以用你的手 给它按扁 看看没有 把我们的那个大圆柱按扁了 它不是就变成了一个椭圆形的片了 对 正反面都可以按一按 找一个最平的那一面 我们把它摆到上面去 这个就是第一步 老虎的圆 椭圆形的大脸道 非常可爱 但是然后两个半圆形的耳朵 这个耳朵上面还要加上圆形的两个小白圈 还代表着它的内耳 就做一个颜色的区分 咱们把这个耳朵呀 先拿出来 单独拿出来做好不好 这样子会更容易 你看 你找两个小圆形 小小的 咱们先给它搓成圆形 轻轻地把它搓成圆形 然后按扁 变成了两个小圆片 那么两个小圆片 注意它们两个要一样的大小啊 它们两个要一样的大小 轻轻地翻过来再按一按 找到最平整的那一面 接下来呀 你需要拿出白颜色的黏土 只需要小小的两个白颜色的圆球 然后呢 我们也把它按扁 看这是一个小圆球 对不对 我们把它轻轻地 轻轻地拿起来 放到这个耳朵 中间 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两个圆形 一个是玫瑰色的圆形 一个是白颜色的圆形 是不是很简单 哎 这样子 它的两个耳朵就做成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拿起这个耳朵 安在 看啊 我们要把它这样子挤在 它的这个红圆形的脸上去 因为呢 你挤的过程中呀 这个黏土就会变形 它就会变成一个半圆形 刚刚是圆形 对不对 你把它挤上去 它就变形了 不信你就试一试 把它挤上去 然后黏土的特征呢 你挤压它 它会粘贴在一起 看 看到了没 我们的耳朵就按好了 觉不觉得现在有点像 一只大青蛙呀 有点像是不是 没关系 再然后要干嘛 听好了 再然后呀 我们要先制作 它的这个两个嘴巴 为什么要先做两个嘴巴呢 大家观察观察 它是最下面的那一层 被鼻子压住了 所以我们要先制作 这个老虎的两个嘴巴 没错 它是白颜色的两个圆形 你只需要拿出白颜色 两个大小相等的圆 大小记得要相等呦 圆形 拿到嘴巴的这个位置上面 好 按笔 放上去 然后轻轻地把它按笔 它就会贴到了 我们的这个大脸蛋上 看到没有 是不是贴上去了 两个白白的 就是嘴巴的部分 可是看起来还不像嘴巴呢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拿 这个尖尖的这个工具 可以给它轻轻地 扎几个小点点 或者呢 你可以拿铅笔 铅笔 它会有 可能会有颜色留在上面 轻轻地扎几个小洞就行了 非常非常的轻 看 我戳了几个小洞 就用铅笔戳就OK了 好的 再然后呀 就是这里了 是这个大鼻梁子 鼻子 我们要怎么做呢 用一个大大的椭圆形 放到这两个形状的上面去 记得老师说的是 一层一层的制作 对不对 那 我们先不管那个黑颜色 我们先不管黑色 咱们就用白颜色 揉成一个椭圆形 看 揉成一个椭圆形 然后轻轻地把这个椭圆形 按扁一点 看到没有 按扁 这个椭圆形 诶 变扁了 对不对 好 趁这个时候啊 拿出你的黑色 只需要拿出一点点黑色 我们这个黑色 为什么要用它呢 就是需要在这个白颜色 椭圆形的最下面啊 给它包上一层 包裹上一层 怎么个包裹法呢 看啊 我们把这个黑颜色呀 好 给它弄成一个小扁片 咱们就给它 按成一个小扁片 然后你试试把这个扁片 包裹到 对 给它裹起来 裹到这个鼻子下面去 你给它包上去 还要调整它 让它看起来啊 是长在这个白颜色下面了 看到了没有 长到了这个白颜色的下面 看到了吗 我们给它包上 然后你甚至可以调整 轻轻的调整 整个让它的底下 全部都包上 调整试一试啊 然后看一看 没有全部包上也没关系 是不影响的 只要在正面看起来 是这个效果就OK了 一旦做好了这一步 就可以把这个老虎的鼻子 看见了没有 看到我放在哪里了吗 我们这个大鼻梁 整个要压在这两个嘴巴的上面去 轻轻的摁它 让它能够牢固的贴在这个脸上 你也可以给它扎两个大鼻孔 这里一个大鼻孔 这里一个大鼻孔 就让它看上去更真实 我们这个黑色呀 这个鼻孔 这样子能看到吗 可能不太明显啊 这两个鼻孔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轻轻的就行了 你看这个时候 这个老虎的脑袋呀 就已经基本上呈现了 那么 用你的黑颜色的鼻 或者用你的clay 用你的黏土啊 给它加上两个眼睛 你要么可以用黑颜色的笔 画上两个眼睛 或者你可以用黏土 做两个小圆球 当成它的眼睛 那这个时候你发现了 是不是你还可以用笔 给它加上可爱的眉毛呀 看 这个时候我要给它加上个眉毛 我想让它变得更可爱一些 怎么样 是不是 加上眉毛的老虎 是不是更可爱 那再然后我们要干嘛呢 对了 就是要加这些橘黄色的花纹了 很简单 加上一些 小条纹 你可以试试改变颜色 老师用的是橘黄色 可是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颜色 你就 你想加几个条纹 你就做成小片片 然后放到它的身上去 然后做成了小片片 找一个很平整的面 包到它的脑袋上 看 我是包上去的 看见了没有 包上去 它可能会延伸到后面 因为我们的后面啊 无论做成什么样都没关系 只要我们的正面看上去 合理好看就OK了 这个是它脑袋顶上的条纹 你也可以给你的大老虎 加上什么呢 你可以给它加上头发 毛 看看你有没有想象力 你能不能自己创造 看一个长长的面条 轻轻的贴上去 前面贴完了 绕过去贴到后面 再给它按平按笔 看 是不是就像是我们的老虎 脸上长出了花纹 对不对 完全不需要管 后边看起来什么样啊 后边看起来多难看 都没有任何关系 咱们做的是冰箱贴 五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都可以 根据你自己的喜欢来加 我就打算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老师的这个example是左边三个右边三个 所以没关系 你看我第二次制作的时候也没有跟第一次就完全一样 每一次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没关系啊 嗯 两边脸上漂亮的斑纹 嗯 我的老虎脸部 头部 整个头部就finish了 放在这里 怎么样 很简单 做完了以后很漂亮 如果你的形状捏得很仔细啊 你的形状约的捏得越精细 你得到的这个作品效果就会越漂亮 所以呢 考验的是你的动手能力 你能不能给它准确的捏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哦 好 Next 我们就要挪到身体的部分 怎么样 跟着老师已经学习过了三次 有没有能够分析出来 我们的身体用什么方法怎么做呢 对了 肯定有很棒的小朋友啊 说了 我们首先得要一个椭圆形 椭圆形上面加上这个条纹 就会变成他的身体了 好 根据你老虎的尺寸来决定 你需要用多大多少年头 我的老虎的头呢 这一回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那也就是说我的老虎的身体啊 相对也就要大一些 所以呢 我把我的老虎的身体做这么大吧 这回我需要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了 小的椭圆形可不行了 一个巨大的椭圆形 而且我还需要考虑考虑它的长短 我想要那个老虎的身体变长一点 我想让它变长一点 看 所以我需要一个长长的椭圆形 然后再把它按底 这个尺寸差不多 好 先加上我们的斑纹 斑点 背上有两个大斑点 我们给它捏在往后一点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这里要安装它的头部 你的头是要安装上去的 所以我身上的这个斑纹啊 给它往后贴 你试一试 如果现在你把你这个老虎的脑袋放上去 什么感觉 什么效果 看到了吗 诶 这个是不是感觉一半都已经完成了 这已经很像老虎了 再然后干嘛呀 脚业 看到了没 一二三 你也可以按四个 我们的脚业的步骤是什么呢 很简单 四个椭圆形 或者三个椭圆形 每一个椭圆形上面再加上白颜色的指甲 椭圆形加上白颜色的指甲 就会变成我们老虎的脚样 先来单独的制作我们小老虎的脚 好 这是一只脚 可以给它做大 我这个可以放到后面 后面的这一只脚最小的 你可以给它藏在后面 小小的三个白颜色的指甲 一个指甲 一个两个 看到我的指甲是怎么按到那么非常非常小的 椭圆形 看起来就会很像是小指甲 看一二三 三个指甲 然后我们因为这个老师做的比较小 我给它放在身体和脑袋的最里面去 让它当最里边的那只小爪子 身子后面的小爪子 前面的爪子呢 前面的老虎的胳膊 我让它稍微大一点 长一点 让它健壮一点 看这是它前面的更健壮的爪子 咱俩改变 functional 再给它按上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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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 啊 我 我将会在这里再按一个爪子 后面的这个爪子 可以让它更胖一点 更chubby一点 它会更可爱 胖胖的 像是后面的那个大腿 所以咱们可以给它用什么 一个锥形 看这是一个锥形 一边是圆圆的一边尖一点 一边圆一边尖 然后把它按别一些 你看像不像一个胖胖的腿 好一点 好看胖胖的腿 老师的这个老虎呀 哎呀 很chubby 因为我觉得圆圆的会更可爱 你们觉得呢 你想要一个胖的 还是想要一个瘦的 我看你还是按着我 然后把胖胖的腿 给你带来 那么一点 我现在就用这个胖胖的腿 然后把胖胖的腿 可以给你带腿 我现在突然觉得OK 我觉得我的老虎不够可爱不够漂亮 那我要干嘛呢 我要继续给它加一些花纹 我在它的腿上加花纹 我想让它更漂亮 就直接给它加上花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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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看起来更漂亮 好 最后就是尾巴了 这个尾巴是不是一看就知道 要怎么做 没错 一个长长的 宽宽的面条 长长的宽宽的 大面条 它挤扁 轻轻的 放在我们老鼠 老虎的屁屁的 最下面去 要把它藏在最下面 然后你可以弯动 这个尾巴 调整它出现一个你想要的弧度 你想可以让它粹一点 长一点短一点都可以 让它稍微的 弯弯一点 然后还是要加上 调碗 给它包起来 包起来的这种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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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老虎啊 这个是银虎 紫鼠丑牛银虎 大老虎就制作完成了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威猛 特别的漂亮 然后它又憨憨的很可爱 因为我做的是加肥版的 有一点点像一只大肥猫似的 没关系 它们本来都是一家子 最后不要忘记了 爸爸妈妈呢 用super glue 帮你们贴一个小磁铁 放到它的背后去 完全干了以后 听好了 完全干了以后 再把它拿起来 往你的冰箱上面呀 你家里的金属物品上面去贴 这样子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坚固 好好去念图 以后再也不需要买文具了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给你